大家好 歡迎收聽到《望向快報》 今天錄節目時間是2019年7月23號 這裡有我在紐西蘭的伊德台洋 也都有在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然後就有台灣的許留山 大家好 最後還有我們的加拿大的家餐生 大家好 大家節目剛剛聽的話就麻煩給個like 可以的話就share給朋友 另外都按一按YouTube十二個鐘仔 有新節目就會東知你 好了 今天我們回來 有一件事很厲害 有位名人 城中名人何君堯先生 他真是慘啊 算他的那個叫做辦事處 昨天荃灣那個辦事處就被人 連根拔起 不是 連玻璃拔起 連玻璃拔起 我覺得很厲害啊 我覺得打破了我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眾目睽睽 如先張揚 三點鐘就要去店裡招呼他 記者也是在那裡的 記者在那裡 有Live 有龐術 很多鏡頭拍著 那些人打了這個鐵錘啊 不是徐仔手打的那一隻 是要咬了腰打的那一隻 插玻璃啊 插上CCTV啊 還要大大聲說要記住拔起SD卡 然後找不到SD卡就整部電腦都拿了 又撒溪錢啊 又破壞又跟著等等 再跟著在外面遇到一個叫做 就拍下他們的圖人 拍下他們這個壯舉的圖人 那個圖人都被他們打到一個勁啊 用粗口招呼先啦 都是先問他父母先啦 拳打腳踢招呼他 我發覺又真的沒有泛民的人會去說這些事 或者沒有什麼傳媒會去說這些 這些都要等其他事後的人會回出來 這個是很公然的罪行 嚴重罪行 還要有Live的 都是只有我們《芒向編輯部》說的 就是黃絲的暴行 就是黃絲暴徒的暴行是只有我們說的 那不是純粹只有我們說的 就是網台節目就只有我們說的 但是就是有些page都有說的 因為我們都是在那些page那裡看回來 還有在那些group那裡看回來 但是實際上網台節目就真的沒有了 說真的就是嚴厲批評這些黃絲 就是比較少的 就是因為網媒的生態 就是現在是非常偏頗的我認為 現在黃絲的那些暴民 他們基本上是顛覆了一般社會的道德規範 就是法律的規範 無法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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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覺得是超越了香港的常規 就算你是黑社會或者你是尋仇也好 你都要選擇晚上的安排了你才去這樣做 現在不是 他是live live 直接戴上口罩你就去 你直接是目無法紀 就是你以抗爭啊 爭取公... 我心想你打爆那間店 跟你爭取五大訴求那些什麼 有關係嗎? 沒有的 不過今天要說一件更加好的 文藉都會超越多 還有什麼呢 不如社長說一下 我看到一些報道 就說這個何君堯的父母的墳墓都被人搞了 噴了什麼官黑勾結 是嗎? 是呀 何君堯孝子 還有粗口噴在人家的墳墓上面 那我看那些噴字的字跡呢 就跟那個噴立法會那幫人的字跡是差不多的 也都跟這個噴中聯辦的人差不多 其實現在可以查一查 其實就是找一些不職專家去查一查 究竟他們噴東西的那個人是否同一人呢 就是其實有些人就說何君堯因為沒有找尾數 就是那些鄉下佬沒有找尾數 結果就被人搞了 其實就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我要駁斥說這些東西的人 為什麼沒有可能呢 就是第一 首先講了一個我們的假設先 就是我們現在假設就是何君堯呢 就是有找這些鄉下佬做事的 但是我不認為他有 就算他有 那些鄉下佬是知道何君堯的底細的 而何君堯也都知道那些鄉下佬的底細 所以呢 是沒有可能走去 因為不找尾數而去搞人家那個祖墳的 因為何君堯呢 也都可以走去搞人家祖墳的嘛 就是如果是要搞的話 所以這些東西呢 在鄉下新界的地方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如果大家搞人家祖墳的話呢 就更嚴重過叫了別人老婆 就是在新界佬的道德角度來講 就是你勾別人老婆呢 都沒有挖別人的祖墳那麼嚴重的 就是現在我認為就很多 就是黃色的連登那邊呢 就亂差這麼說的 就死都要誣誣說是那些白山暴徒做的 就是他們這樣說的 有什麼可能 但是是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不好意思 我先插上一句 如果你真的欠錢 就不是噴官黑勾結啦 噴欠債還錢啦 是不是呀 還有有顏色的嘛 就是有顏色的嘛 如果你追債呢 通常都是臨紅油的 追債 還有用紅色筆來寫字的 就是紅色油來寫字 就不會用黑色這樣噴的 其實就是有些東西呢 就那些黃絲做了呢 不認呢 還要冤枉人呢 其實就是很可恥的 就是做了都不敢認 應該說是懦夫之中的懦夫啊 這些是 就是你還說哎呀 煽倒啊什麼啊 這些啊 你夠膽做就夠膽認 是不是呀 還有這件事情 你破壞人家那個祖墳啊 那些這樣 你很老實 你於心何忍 還有就是 如果你有證有據的話 那你就去報警咯 是不是呀 你現在就是沒有證沒有據 你才要這樣做的嘛 你選擇這些方法去做 這樣其實是很無道德的 就是 就算你搞垮了一個何君堯 你逼到他瘋了也好 他跟你爭取的五大訴求啊 或者那些公義啊 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關係 覺得爽的嘛 其實他們每個都是同一條搶出的 跟熱狗 都是敢造不應是抗爭啊 是 換了的是 不流血 不受傷 不被捕 不篤灰 都是一樣的 這個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些事情都是一樣的 熱狗和芒果佬都是做同一樣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其實他們 罪了一幫人就是貪過癮的 就是實際上 你做的事情 根本就不會對爭取民主有任何的幫助 甚至是相反 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就是其實我認為 如果他們現在這樣沒有底線去搞的 所謂的抗爭運動 其實就會搞死了香港的民主運動 現在一想起 抗爭是什麼 就是這些暴民 好像很好玩的 他們好像很好玩的 接著 像我們這樣拍照 在紐西蘭也都要嚴正譴責一個 紐西蘭香港人的頁面 他找那個人說什麼 什麼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就是那個 拍了何君堯那個父母的祖母 那個墓碑給人搞 然後他就這樣寫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那個Adminate 是瘋婆來的 好 實在很不似這些人 一個人去到 要有多少仇恨 才可以放棄自己個人的 就是那個人的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那個道德水平 沒有道德的完全 沒有道德的 還有我跟你說多一件事 就是 他們現在不是 不是 不會譴責這幫人的 就是搞這些事情的人 黃絲是不會譴責的 完全不會 不會 他們要合理化他們的行為 因為說 我現在搞他們的死物 都死了 我們那些人 活生生的人 被他們那些白衣人 打了三十四個人 進了醫院 我忘了三十幾個人 大概是這樣 你不關顧一下他們 就是這樣說 那三十四個人 是打了 但是你有沒有證據 那三十四個人 是何君曉做的 沒有 他說都沒有 有啊 你就報警 你現在就是沒有 你又沒有 但是你又咬牙齒齒 說要是他 是他主使的 這樣 你現在又這樣做 很老實 你捉拆些拿莊 你完全是沒有的 你沒有 你沒有 你也不要 但是你不能做出 這些違法行為的 就是你說他犯法 你自己用一些犯法的行為 你都報仇 你都報仇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到 就是譚海幫帶隊去 去拆這個何君曉的 的傳風中心辦事處 就有 就是有正有據的 譚海幫帶隊 譚海幫和這個 和這個 什麼 朱凱迪 他們是兄弟來的 那是不是 朱凱迪在後面搞這些事情 是不是 何君曉 是不是可以找人 斬朱凱迪 就是何君曉 肯定不會這樣做 我告訴你 何君曉 那個人 都沒有 就是 那幫黃絲 這麼沒有道德底線 我告訴你 之前那時候 說自己被鄉下人恐嚇 全部都是苦肉計來的 沒有啊 他生吐吐不坐在那裡 又可以這樣說 即使如果他現在黃絲那邊 或者可以說是 什麼所謂的抗爭者那些暴徒那邊 就是他們做出這些行為 你可以說藍絲啊 什麼撐警啊 什麼成的那些 說他們好樣衰奇奇 來來也好 什麼都好 你們怎麼說他都好 但是他們都 我沒有說幫哪一邊 但是他們都沒有說 要去做一些這樣 的復仇的行為 就是不會又 看回 朱凱迪這些小孩 在那裡出入 當然不鼓勵這樣做 朱凱迪那些 有沒有什麼山墳 或者誰有什麼山墳 那些又沒有啊 都算是安慰的 你可以說是 你看到其實整個藍絲陣營 都是比較理性的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 所謂的藍絲掘地磚 沒有啊 你有沒有見到 所謂的藍絲拆欄杆 就是破壞香港的工物 你找到出來 找到給我看 其實完全沒有 這次從六月開始 全部破壞工物的 都是那些所謂的泛民支持者 和那些所謂的學生 都不知道是不是學生 可能只有學生身份 就是在那裡拆磚 叫那些鐵資出來 破壞工物那些全部有證有據 都是這幫泛民支持的人 還要泛民在後面背書 說這些行為是對的 還有泛民那些人還不斷要求政府不要起訴這幫貿易 破壞了工物都可以不用起訴 他們現在說的就是死物嘛 這些是 你們之前打那個高高鞭的司機呢 打到人家的頸現在還在痛 剛剛出院而已 今天報網那裡說 人家還要有家庭 又要養家的 你這樣打他 真是很可憐 他一說起他的車就眼泛淚光 你們這幫人搞什麼 自己身上那些行頭 可能一萬幾兩萬元就說這個世界香港是暴政 暴你老美什麼 哪有暴政的香港 有暴政就不會有你們這幫混蛋 一旦白了你們啦 就是香港太港人權嘛 還有一樣呢 他們在那裡說 剛剛上環那晚呢 就說 無警示之下 就開了三十幾槍這個橡膠子彈 我看到呢 其實有的 舉了黑旗的 舉了牌才射你 的啦 有的黑旗 我都看了幾次 不是啦 你猜弱子人士懂得看這些旗嗎 有都當看不到啦 要不就盲 要不就弱智 要不就文盲 是這幾樣的 他們可能全部都有 三毒齊法啊 這些 離譜的 這幫人 我都很少這樣發火罵人 其實 說真的 發火罵人其實我都 覺得不是很好 有失身份 罵這些謀利 但是不是啦 現在你無差別的亂差攻擊 就是 何君堯他得罪你 關他父母有什麼事啊 啊 這麼迷信 其實你鬼人祖墳也是一個迷信 就是很方便迷信的做事方法來的 就是無差端端搞亂祖墳 很愚蠢的 又不是去掘起 錯骨陽灰 只是搞垮別人的墓碑 然後在亂差噴 算怎樣啊 小鶴雞也不如 如果你真的信這些事情的話 要搞人祖墳的 你拿個風炮去 整個東西掘起去 然後他的屍骨就拿出來 然後用火燒 燒完之後那些灰就 找個道士作法 要何君堯老爸 沒有魂飛拍散 然後放一些蛇 放一些老鼠 放一些蛇 小鶴 還有啊 今天不止 我看到有些片 給我看到 就是說 何君堯在美樂 屯門碼頭那邊的辦事處 都有一幫黑衣人去圍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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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式的感染 你覺得 好像有些人 很好玩啊 集體欺凌 集體欺凌 基本上是同一種而已 毒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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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搞何君堯 終於有一個人被我們欺負了 根本就是這樣 毒柳明 就是一個翻版來的 整班這樣的人 不過呢 我心想 你們說到何君堯 這麼大黑勢 還是怎樣 實質證據才行 或者這樣說 我的邏輯就是 如果你說了這麼大勢力 可以吹到這麼大隻雞 叫到這麼多人出來 從西鐵站來 這個血洗 西鐵站 那 他還未 還未覆卓 是不是 他有沒有這麼大威力呢 這樣 可能其實 不是 如果他真的這麼召喚人 你拆不了他的辦公室 你那些人都離不了他的辦公室 還可以拆人的辦公室 應該這樣說 你去到辦公室的時候 可能已經有很多白衣的人 拆軍要 拆軍要 都沒有的 對 為什麼沒有 早就跟你那些人 騰跳蚊豬肉了 對 我不明白 其實他是不是 其實是流的 你們說到他這麼猛 其實屈是何君堯 對 你有什麼可能跟人握手 就當是有關 才可以的 這個事情 無論是什麼時候握手 都沒有影響的 握手是正常社交 我跟梁振英握過手 梁振英做什麼壞事 是不是要入了我的數 或者我做什麼壞事 是不是要入了梁振英的數 不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大哥 你有沒有一些基本日 常識可以不可以的 其實小學低到就是 小小事就暴風租影 說有關 如果要屈你的話 其實很容易的 你們那幫議員 那些暴徒在暴動的時候 亂燒東西 扔汽油彈的時候 扔強碎彈的時候 你們這些議員在附近 要不要入了你們的數 要不要入了議員的數 慢著 那個叫什麼 胡志偉民主黨收過林鄭月娥 好像三皮野那些禮金 那個黨慶的時候 我見過楊岳橋 都跟林鄭月娥在黨慶的時候 都叫林鄭月娥 握手吃飯 同台吃飯 有些人說到林鄭月娥是黑社會政府 你們這樣吃飯 跟小桃園沒有分別 你的黨慶就看到小桃園飯局 那行不行 要拆掉它 亂拆屈 其實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說 好嗎 這一節都罵完他們了 我覺得 好 大家休息一會